接下来让我们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有一群华裔青少年组成的美国火凤青少年音乐团 日前来到台北市立西松高中进行联合公演 乐团的成员都是海峡两岸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的后代 团长告诉记者团员们从小在美国长大 中文说的并不好 但这并不影响大家通过中国传统的音乐来进行交流 音乐是桥梁吧 通过音乐来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 而古典文化是我们的精髓 团员李沐阳小朋友也表示 要把这份从中国古典音乐中建立起来的友谊保持下去 我们跟台北的学生交流了 我们换了email 所以我们能在以后交流 除了在台北与当地的青少年交流之外 火凤明乐团此行还将参加在新竹举行的2013竹签国乐节 他们还计划邀请台湾当地的明乐团赴美国演出 来更好地为传扬中国传统文化而努力